三埃阿特拉斯作为人类发现的第三颗星际天体 最近又出了新的状况 首先是它的颜色突然变了 网上还传它停住了 还有外星飞船的传言 今天就从变色之谜 澄清谣言 科学争议 以及咱们中国有可能参与到后续的观测计划 最后到它对人类的科学意义这几点 咱们一次性讲个清楚 首先是科学争议 它到底是自然会心还是外星探测器 三埃阿特拉斯的异常特征 再次点燃了科学界的激烈辩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教授 他说该彗星释放的镍元素 呈现出非同寻常的特征 这颗彗星只释放金属镍 却没有检测到铁 这在自然彗星里几乎是没有的 但工业提炼镍的时候 这个反而会经常出现 他还说这种镍可能是通过 镍汤基通道形成的 所以他觉得这就是外星探测器 推测它是外星母舰 甚至是在释放小型的探测器 勒布还拿轨道这个事情来说事 咱们在上一期视频里边也有说到过 他说这颗彗星的轨道和黄道面 只差了5度这个夹角 概率只有0.2% 同时他还会近距离的掠过金星 火星木星 那这个概率就更低了 只有0.005% 他觉得这个就是智能设计的结果 那我看网上其实也有在说 他这个概率的计算其实是有问题的 对 欧洲的南方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 就进一步指出 勒布计算轨道概率的时候 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咱们通俗一点说 就是他只算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 就比如说他置一个头子 只算了自己置出了顺子的次数 却不算置出普通点数的次数 那他只盯着彗星接近了几颗行星 却忽略了没有接近的其他的天体 也没有考虑星际天体 本来就更可能沿着太阳系的平面飞行 这个前提 那么选择性的去计算这个概率 肯定结果就是不准的 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天体力学团队 也就指出了 这个概率计算 并没有考虑星际天体的各项异象性分布 实际概率应该分别修正为 3.7%和0.12% 那么在这儿也就和大家说说结论 他的这些观点引发的广泛讨论 实际上是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的 主流科学界也是持了强烈的质疑态度 NASA的太阳系小天体首席科学家 汤姆斯塔特勒就明确地表示 它看起来像个彗星 那它实际上也确实就是个彗星 彗星的观测数据显示 哈勃望远镜测得的彗星直径 不超过5.6公里 没有那么大 对 袁小于它最初估计的20公里 这使得所谓的巨星外星飞船的猜想 就失去了重要的依据 那更关键的是 尾布和斯菲克斯的联合观测 已经确认彗发中存在水 一氧化碳 以及汤姬硫化物等典型的彗星成分 完全符合自然彗星的特征 目前这颗彗星正在以每秒钟 61公里的速度穿越太阳系 直径大概就是5到6公里左右 它将会略过火星 最近的时候离火星只有2900万公里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 多国探测器的重点观测窗口期了 那关于彗星的变色 9月7号的那天 纳米比亚的夜空刚好赶上了月全石 也就是咱们直播的那场 那个时候天特别的黑 奥地利天文学家迈克尔耶格尔团队呢 就用特殊的滤镜拍了一张照片 三埃阿特拉斯原本是泛着红色的光辉 突然就变成了醒目的蓝绿色 这个变化实在是太突然了 一下子就让科学家们都来了精神 这一戏剧性的颜色变化呢 也为人类对于第三颗已知的 星际天体的研究增加了新的谜题 也让它更多的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这颗星际访客呢 正在经历显著的物理变化 9月初 哈勃太空望远镜已经清晰的记录到了 它的绘围的亮度显著的增加了 再到9月7日 蓝绿色的绘发和绘围完全成型了 就是彗星为什么还会变色 其实像这跟我们生活里边的现象很像 比如说天然气的燃烧就是蓝色的 木炭烧起来就是偏红的 火焰的颜色就是由燃料决定的 彗星的颜色就是由它释放的气体和尘埃 在太阳辐射下的反应决定 那真正帮我们揭开变色秘密的 还是詹姆斯尾部望远镜 关于它 我这儿有本书 拿给你去看一看 天体闪耀时尾部望远镜太空探索全记录 这里边写的很详细 比如说尾部为什么会比哈勃看得更深 发射时有什么技术难题 红外波段怎么帮助科学家分析天体成分 包括太阳系以及系外天体的清晰照片 有很多通过近红外相机拍摄的 无法在可见光波段看见的天体细节照片 那你看懂了这些知识 再看这次3i Atlas的观测数据 一下子就懂了 原来咱们现在能够在千里之外 知道它的构成 全靠尾部的近红外光 光谱仪抓到了不同分子的特征信号 如果各位小伙伴对于这本书也感兴趣 可以一部评论区 那么关于尾部望远镜 在这颗彗星里发现了什么呢 通过观测 3i彗星的绘发里 二氧化碳和水的比例高达8.0的正负1.0 比同样距离太阳系的彗星高出了一大截 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的成分 被太阳紫外线一照射 它就会发出蓝绿色的光 这就是它变色的核心原因了 绘发的形成同样耐人寻味 从7月初发现当初被认为缺乏点型彗星特征 到8月28号首次观测到彗尾开始变亮 再到9月7日 确认蓝绿色绘发和绘尾的完整形成 3i阿特拉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完成了从一次小行星到活跃彗星的身份转变 奥地利天文学家团队认为 这是由于彗星的表层 在星际空间中形成的辐射外壳开始破裂 内部挥发性物质暴露在太阳辐射下所导致的 那接下来再聊一聊 关于这颗彗星停止移动了的这个谣言 甚至有人就借此来编故事 搞得不少人开始担心 但是负责任的说 这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 就是有人想通过这种虚假的信息去博取流量 那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账号 发现它的主页全部都是广告 那么专业的天文学家通过多个点 一直在观测它 截止到9月20号 这颗彗星还是在以每秒钟 61公里的速度稳定的飞行 轨道参数和7月份的预测偏差不到0.1%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有可能是业余的观测者在7月8月这个期间 因为彗星的活跃度低 彗尾不明显 在天空背景里边的移动速度慢 就误以为它停了 但是要知道星际天体的运动受引力定律管着 它现在正在稳定的朝着10月29号的近日点 飞行没有任何的异常 那经过了以上的这些争议 包括乐部教授的发言 那了解乐部教授的人都知道 他经常会引发这些争议性的观点 虽然每次都是缺乏实证的 但是总能引起公众的关注 不过说回来 这种争议也是有好处的 会让更多的观测资源 向这颗彗星倾斜 数据的积累更快了 乐部自己也在博客里边承认 最可能的情况 还是他十颗彗星 只是觉得不该排除其他的可能 自己辟谣自己 对 他实际上也是有这种 博取关注的心态在里边 这种吵吵闹闹的辩论 其实上正是科学进步的动力 接下来聊一聊后续的观测计划 这一次会是多国联手 我们中国也会有参与 现在这颗彗星 即将要到达近日点了 天文学家们早就做好了 观测的准备 不过到了10月29号 过近日点的时候 地球正好在太阳的另一端 地面的观测会受到 太阳合相的影响 所以火星轨道器成为了主力 欧洲航天局将会在10月3号 彗星掠过火星的时候 用火星快车的高分辨率 立体相机 还有火星微量气体轨道器的 卡西斯相机进行观测 争取在3000万公里的距离上 看清汇合的形状 分析气体的活动 那这个距离在天文单位上 算是很近了 应该还是能有所收获的 那再看到美国的NASA这边 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会启动光谱仪 重点观测 彗星里边的氢化物和镍的分布 看看这些物质是怎么扩散的 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 探测器则会盯着 汇尾和火星大气的相互作用 记录两者碰面的反应 在中国这方面 会派出天文一号轨道器 这次也会参与 它搭载的中分辨率相机 能拍多波段的图像 捕捉汇尾的动态变化 还有次表层探测雷达 能够尝试分析 汇尾里尘埃的大小和分布 观测数据会和国际团队共享 这也算是咱们为 星际天体的研究出了一份力了 更远处的木星并卫星探测器 也将尝试用四台仪器 对它进行观测 但是受限于木星的强服射环境 所以仅能在11月的窗口期 进行短时间的观测 在地球这边 尾部望远镜计划在12月 彗星重新出现在地球视野之后 进行新一轮的观测 而哈勃望远镜 也会在11月进行紫外光谱分析 这些观测将重点验证 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绘法中的异常化学成分 是否持续的存在 以及非引力加速 是否符合彗星的活动模型 更大胆的是 美国西南研究院 还提出了一个 星际彗星探测器的计划 由新式野号冥王星任务的 负责人艾伦·斯特恩牵头 想利用现有的技术 让探测器近距离地 飞掠这个彗星 收集更多的详细成分和结构数据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这项计划 预计还要有五年才能筹备 那个时候这双彗星早就飞远 这五年太长了 但是虽然说 现在不能说 它具体能不能实施 但也看得出 科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 那这颗彗星 对于人类的科学意义 又有哪些呢 欧洲航天局的 太阳系部门负责人 约恩·赫尔伯特就说 每一个星际物体 都是来自 其他恒星系的明星片 三埃阿德拉斯 对于人类的意义 可远不止 看个星线这么简单 第一 它的二氧化碳水比例 异常的高 这为研究其他行星系 提供了关键的样本 这会改显我们 对行星系统多样性的认知 原来 其他恒星系周围 还能形成这么特别的天体 第二 它可能藏着 生命起源的线索 如果能在它的绘法里 检测到氨基酸等 生命前体物质 这就说明 这类复杂分子 能够通过星际天体 在不同的恒星系之间传播 这会大大提升 宇宙中有其他生命的概率 第三 它给了我们 直接研究星际物质的机会 以前研究星际物质 大多都是通过遥远的观测 比如说光谱去观测 现在有这么一颗活样本 直接飞到了咱们的家里面 我们能够直接分析它的成分 对比它和太阳系 其他物质的差异 能够帮助我们搞清楚 恒星之间的物质 是怎么传输的 星系系统 形成的普遍规律是什么 那么随着12月19号 这颗彗星达到了近地点 我们会对它的了解 越来越深 这颗来自 遥远恒星系的信使 正用它的旅程告诉我们 宇宙的奥秘 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 我们后续还将继续 关注这个彗星的更多消息 欢迎关注我们 所以永远不要停止思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